游戏爱好者想要享受画质高清又好玩的游戏 都得耗费一笔钱购买游戏机 或者提升电脑硬件配置 美国网络巨破谷歌 如今就为玩家捎来好消息 正式推荐Stadia游戏串流平台 主打低端配备享受高端游戏 硬汉传统游戏机市场 游戏爱好者爱玩精致图形 画质高清 游戏情节顺畅的电子游戏 却始终躲不过残酷现实 要拥有高配置的游戏机或电脑 才能享受高端游戏 著名游戏开发商索尼最新一代的游戏机 就要价上千令吉 正版游戏光盘也不便宜 大约数百令吉 网络巨破谷歌如今就打破传统框架 星期二正式推荐 标榜适合所有人的游戏平台Stadia 只要玩家拥有平稳的网络系统 一击在手就能随时连接游戏界面 但如果你想想想玩游戏 有很多阻碍 用户玩高端游戏 美丽的画面 真的需要高端游戏或PC 玩游戏没有直播 想想想看网络系统 你可以容易分享一个网络 而且它能够活动 我们也希望玩游戏感受到这样的 直播游戏感受到全球游戏 用户只需拥有能够连接上网的设备 就能通过互联网浏览器或U管玩游戏 例如在U管频道观看游戏视频时 随手点击立即游戏的按钮 玩家就能进入游戏世界 而不需要等待将游戏内容下载到设备上 玩家可以使用一般的滑鼠键盘 或选择Stadia专属遥控器 提升游戏体验 5个已经和上百个游戏开发商 提供这项全新技术 计划今年陆续登陆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洲国家市场 专家预计谷歌或许会以订阅游戏的方式 向玩家征收月费 无论如何这项游戏革命 势必能让广大玩家受益 同时刺激游戏市场 让开发商探索游戏世界的未知领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